不夸张地说,每一个男孩子心中都有一个当兵的梦想,不过,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,有一些人没能如愿。 当然,也有很多人如愿以偿的踏进部队,成了军人,体验着军旅生活中的酸甜苦辣,大家都知道,每年的十一月份都是征兵计,不少新兵都会应征入伍,与此同时,也会有一些老兵选择退伍回到家乡,一直以来,大家都比较尊重军人,在现实生活中,国家针对退伍军人也都有着特殊的优待, 比如买火车票的时候有军人优先窗口,贷款优惠,特款补助等等,而国家之所以这样做,就是为了感谢退伍军人,们曾经的辅助与其声,这些特殊的优待也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,给予他们方便。 当然,可能有很多朋友并不知道,国家对于每一位退伍军人,都是特殊照顾的,除了发放的有一系列补助之外,针对特殊群体的退伍军人,还实施的有更为特殊的照顾, 比如,今天我们要讲的,农村这三类退伍军人的补助待遇将会进一步提高,最高可达8万多元,这么多的补贴金,真的很卵人心呀。 第一类,伤残退伍军人军队的序列往往是比较残酷的,不少军人也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营工,因病而导致伤残的情况,那么,一旦出现伤残,也就意味着他们将退出部队返回家乡了,不过,国家并不会因为他们回到家乡就置之不理了。 相反,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,国家,还出台相关政策,提高了一级应战,隐功,因病参级军人付序金标准,最高可达8万多元。 第二类,三属略士一属,隐功牺牲军人一属,病故军人一属在农村,一些独生子女选择去当兵,而他们往往也都是家庭的希望和顶梁珠,所以,当他们隐功牺牲了, 会造成对家庭比较大的打击,因此,为了安抚烈士的家属,凡是烈士一属,隐功牺牲军人一属,病故军人一属,均可以领取国家的高额补助。 据悉,烈士一属可以领取到的补贴,最高可达每年两万五千多元,而恰恰是有了这样的补助,才得以让家属们感受到国家的关怀,十分暖心。 第三类,三红退伍军人什么是三红退伍军人呢? 一般情况下,三红退伍军人指的是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,在乡西陆军红军老战士,红军失散人员。 很明显,他们曾经为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,如果没有他们,可谈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呢? 所以,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度晚年,照顾到他们的晚年生活,国家实施了有针对三红退伍军人的补贴政策。 据悉,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,在乡西陆军红军老战士,和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, 从2018年8月1日,已经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55,570元,55,570元,和25,070元。 很明显,上述介绍的这三类退伍军人,都是曾经为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,所以,在补助的金,额上往往也会比较高。 不过,对于已经退伍的义务兵来说,也不要气馁,虽然说目前每个月的补助金额只有几十块钱, 但是,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与调整,以后退伍军人都将享受到更多的补助资金。 所以,对于这三类退伍军人的补助待遇,我们也不必羡慕,最后,对此,你又是怎么看待的呢? 欢迎在评论区,发表你的见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